大家好,我是超夏颂 大家好,我是超夏颂 欢迎来到超哥读书,我们一起来读书 然而天地之间,我依旧是一棵小草 所以不要指望在这里读到什么东西 但是混混日子还是可以的 自己看了我这个,然后自己再去看一看书 想一想生活,想一想人生是可以的 前面那个视频里面我说过了 人有三个不好的不祥的特点征兆的里面 你们去看一下,看看身边的人是不是这样子 特别关注的,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的孩子的女朋友男朋友是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叫他改 改不了的话,就叫他走 不要把自己放到那样一个坑里面去了 对吧,掉进坑里面去的滋味不好受 轻则,断割不断腿 正则,一命无乎 不要那样子的 人还是要有选择的 要趋利避害 要趋利避害 第二个呢,我也讲到了 人呢,有三种人 他是必死无疑的 就是没路可走 最终会没路可走的 我也讲到了,他的特点在哪里 还举了一些例子在里面 所以你们可以帮他视频去翻一翻 看一看 给自己一个警示 就像算命的一样的 说的那个话不一定有用 对吧 但是听听之后呢 防止在日后的生活里面 给自己提个敲个警钟 让自己思考思考 也可以建议建议别人怎样去做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 easy 变得更加安逸是吧 所以我就说那个英文里面 easy跟那个四川话里面 这个安逸是一个意思 是这个读音发音也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 现在我们来讲 人之所以为人 这是个影子 人之所以为人呢 是因为人有四变的能力 并不是说人呢 就是说 没有腿上 这个这个 这两个腿走路啊 或者身上没长毛 其实很多人身上长得毛很多的 我们文明人身上毛少 对吧 你看那个欧洲人 他是毛挺多的 我怀疑他们就是猴子变的 对吧 猴子变的 所以人呢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人饿了之后就想吃东西 冷了之后呢 就想穿衣服 对吧 那个累了就想休息 累了就想休息 都有耗力而避害的这样的 而避害的这样一个特点在里面 而且这些特点呢 是人天生就有的 是人天生就有的 并不是 并不是呢 后来学习的 或者教他的 你不教他 他也会走这一步 对吧 他也会走这一步 这个是没有错误的 是没有错的 但是其实他忽略了 动物也是这样的 其实他讲的那几个呢 是 人和动物 甚至植物都有的 共同的属性 为什么很多这个植物 在热带能生存下去 在寒带生存不下去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他在那个地方 他生存不了啊 所以他就有一条路子 就选择死亡 我以前说过了 实在是不行的时候 只有选择死亡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选择 是人为的 是他主观的 还是客观的 所以我也可以认为 他是在自己选择了死亡 因为死亡可能 在一种极度难以接受 难以忍受的情况下 对吧 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吧 也许是一种迫于无奈 就像现在的 成都什么大学里呢 那个书记 什么海涛先生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挺郁闷的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呢 人都是在选择 那么他也是体现了 他在选择的那个权利 是吧 很多时候不允许 不允许那你就是剥夺了 人家权利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把人家生活都料理料理好 把他们安顿安顿好 他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谁也不想好好地活下去 好死不如赖活了 对不对 你光埋怨人家 这个杀手人缓 这个不管 那个不问 那你有没有说 把人家的事情当回事 把人家好好地照顾好 让人家有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精力 足够的信心 足够的勇气 足够的耐心 去为你付出呢 是不是 他认为呢 这种特点呢 是大鱼和这个夏节都共有的特点 大鱼呢 是夏节的仙人 是吧 夏节是这个大鱼的儿子 是吧 当时大鱼 这个想把那个位置传给哪 传给哪 传给滚吗 还是传给哪 我都忘了 结果 结果被他儿子 他儿子也是很有能力的 也是很有 不是传给滚和传哪个 他儿子也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结果他儿子不行 你传给我 然后跟几个人说 然后那个人呢 就跑掉了 他不愿意跟他争执 因为当时上上 他不愿意跟他争执 然后就把这个位置传给下棋了 传给下棋之后 下棋就一直就传给他儿子 儿子王 传孙子一直往下 传一直传 传到夏节 手上就一直在传 所以中国真正的第一个 嘉天下的国家是谁呢 或者说是政权是哪一个呢 是下棋大鱼他们家 是大鱼 大鱼在客观上是老大 真正的老大 所以秦始皇 书童文 车童轨 那个都是后了的事情 书童文车童轨 早就在弄了 不是比如说大鱼了 在那个摇手上 就是书童文车童轨了 只是没童下来而已 当然了 那秦朝也并没有完全实现 你这个国家 一共还没干多长时间呢 一个朝廷一共没干多长时间 几十年 二三十年 路的还没怎么清楚呢 是不是 就灭亡了 后来也在不停的 多少年来 所以为什么有半斤八甲 八两之说呢 半斤八两之说呢 很多地方是半斤八两 是吧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属性 就是饿了就想吃 冷了就想穿 对吧 累了就想休息 虚利避害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是好人和坏人都具有的 只要是人 他都具有的 只要是人 他都具有的 而且呢 作者他认为 荀子认为 这种特点呢 只有人才会有 动物是不会有这样子想的 我看他应该是不太了解动物 因为我们都看动物世界了 动物也知道 只是他没有衣服穿而已 而且他不冷 不太冷是吧 他冷的 说你看这里高山的那个牦牛 他现在长了很多毛 他如果要是不怕冷的话 他为什么长那么多毛呢 因为我们老家那个老黄牛 他现在就不长毛 长得毛少 老水牛毛就更少 那么牛皮太厚了 那个天太热了 这个他不透气 就是什么 这就是说 但是他就以此作为一个例子 来说人他具有思辨的能力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 只是说 如果把这个辫子 把他的这个辫子的意思 把它改变了 这个他这个还是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 是吧 然后呢 他就说了 人啊 之所以是人 并不是因为 你是两 有两个脚 对吧 你身上没有毛 而是因为呢 你具有思辨的能力 具有意识思辨的能力 是吧 这句话他得出来的是对的 这句话他得出来的是对的 金妇新兴 这金妇就是 比如说 金妇就是 比如说 这个新兴呢 行为特别像人 他也是两个脚 也没有毛 但是呢 君子 那只是有本事的人了 有钱的人了 有本事了 当大官的人 是不是 他呢 绰其根 拾其字 把他吃他的肉 对吧 喝他的这个汤 是不是 说明中国以前是有新兴的 说明中国以前是有新兴的 对吧 不然的话 他咋会就这么轻轻轻松 就说着 你想他也没到非洲去过 他咋知道有新兴的 故 所以说 人之所以为人呢 并不是因为 他有两个脚 直立行走 或者是 没有毛 并不是这个外在的 这个长相的问题 而是因为 他内在的 有思辨的能力 秦兽呢 他也是有父母所生的 但是呢 他就也没有父母之亲 父子之亲 对吧 他就没有父子之亲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 也有特殊的情况 也有特殊的情况 他有男女之别呢 他有这个雌雄之别 就聘度儿 他有这个雌雄 但是没有男女之别 男女之别指的是什么意思 不是像现在说的男女之别 男女有别 不要磨大手 不要看他 这个上厕所 不要怎么 不是这个意思 男女有别 主要的意思是指 就是男人做男人的事情 女人做女人的事情 然后其实它是一个 社会分工的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人 他理解他的意识 太浅薄了 他们就是瞎扯 瞎说的 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男女有别指的是 男人做男人的事情 女人做女人 男女有别 然后他们想一想 男的上男厕所 女的上女厕所 就叫男女有别 别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说 人都是有思辨能力的 正是因为人有 思维的辨识的能力 对吧 思维和辨识的能力 所以人呢 才是人 人才是人 并不是因为人的长相 对吧 并不是因为人的长相 但因为他这里讲的是 飞相 是不是 好 感谢你收听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还不错的话 或者说你有时间的话 你就帮我点赞 分享一下 点赞分享 只有有余香 超哥在这里谢谢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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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